收入也不好 所以有一个人当时就介绍我去看 格西迈克的有一本畅销书 就是《当和尚遇到钻石》 《能断金刚》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了种子系统 那我还记得当时老师就教我们 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中挑三个问题 然后开始去记录你的六十书 针对你要面临的三个问题 每天记录六次 所以我开始就看到说 我生活中的问题到底跟种子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开始对此努力的做练习 那在过了七个月之后 我就加入了一个公司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公司 截至今日我都还在那里工作 然后我真的很享受这样的工作 就是我在工作上的时间是非常的自由 而且我的新收入也是非常好 那甚至在过去的三年当中 我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关于ACI的工作 然后它让我能够有能力去服务他人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这样一个练习六十书这样的工具 好 那现在我想要跟大家谈谈关于种子的部分 其实我们大家都听过笔 对吗 你都知道事物是从我而来 从自身而来 那而且我们也知道 每秒钟六十五颗种子 我们总是持续不断的在种种子 但是这里是有点不同 也就是说当你在种种子 你的情绪的强度 它的确会影响到你种子如何打开 以及你种子是否有力量 那根据这个智慧 根据你在种种子的时候 这样情绪的强度 就是动机情绪对境 它同时也会影响到你的种子 究竟如何打开 好 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个例子 我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在冬天坐在街道上 向人乞讨 如果我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然后我就转身走开了 这就种下了 在意识中的意识种子 但是它不会是一个 很强大的种子 你只是在念头上 做了一些想法 那我们说它是初始业力 为什么说是初始 因为它是在最开始 过过这样的念头 它会启动其他的行为和语言 所以是念头去驱使 你去做某事 一个念头会让我做决定 我要就这样走开 还是我要给他一些钱 如果在那一刻 我的念头让我停下来给钱 那这个种子就会更加的强大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有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种子 你必须要做的事 你要为你的这个种种子 加点料 也就是说 你要非常有意识的去思维 我想要帮助这个人 所以你做了一个助人的计划 然后我想要帮他 因为我对人感到仁慈与慈悲 而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愿心 这就是一个强大的动机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停在这里 给钱呢 或是给他外套 或是给他玩热汤 不论那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行动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开心 而这就会创造了一个 很强大的种子 而这个六十书 就是在帮你做到这件事情 一天六次做这件事情 所以随着你每一次记录 六个时段 每一次你记录 你就是在种下 非常强大的种子 所以不论你要做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计划 因为你必须要去思考 我想要做什么 你有念头 你会想谁 你要帮谁 那你要做什么 然后接了做完之后 你要感到很开心 所以针对六个时段 每一个不同的时段的记录 其实都有咖啡冥想的功能 在其中 因为它有一个加跟减 对吗 所以你种的就是一个完整业道的种子 而它会非常有力量 因为你在记录六十书 因此你从在记录六十书的那一刻 其实你就带着动机在做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六十书会帮你做到这么多事情 你必须要一天做六次 这样的记录方式 它将会对你生活各个方方面面都造成影响 不论是你要运用六十书来协助你持戒 或者是持守时善业 好 那另外一部分关于六十书的美好 就是你其实在过程当中 因为六十书它有一个减号 你在过程当中 你就做到清洗的动作了 你会去净化你所做的错误 这个叫做明智的忏悔 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但是你在记录的时候 透过你忏悔 你承认并且忏悔 然后你做一个相反的行为 去平衡它 那这真的六十书我告诉你 它真的是个超凡的杰作 它让我们能够维持在一个 就是好像你意识卫生一样 就是让你维持你的意识流 是更加美好 更加纯净 平静 并且协助你去创造出 非常极具力量的美的好行为 久而久之 随着你记录六十书 你就会有这样的好习惯 而你的思维和你的行为 都会越来越加仁慈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天才方案 利用六十书帮你种种子 然后你会慢慢地运用这样的意识的卫生方式 然后你会越来越开心 并且你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识 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要记得哥西老师他说得很清楚 你如果要执剑空性 必须做哪些事 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亲爱的 现在我希望你们在聊天区 回应 就是哥西老师他的建议是哪些呢 要做什么 执剑空性 是的 冥想是第一个 还有呢 有人说要讲慢一点 好 谢谢 对 所以这些的建议是什么呢 哥西老师的建议是 如果你要执剑空性 那么你要做冥想 特别是 就是性质与特质的冥想 是的 好行为 没有错 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 就会是另外一个方式 这里有一个人回答 但他的名字是英文 我没有办法念出来 他说的是瑜伽 是很有趣 瑜伽真的很有帮助 但却不是在 格西老师说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里 是的 找一个老师 是的 没有错 你必须要找到你的老师 还有呢 对 服务你的上师 六度圆满 好 谢谢你 对 六十书 对 六十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聚在这里 谈这个话题啊 所以 第一个 对 冥想 做性质与特质的冥想 第二个 记录六十书 然后再来 你找到一个真正的老师 并且你要去服务那些需要的人 好 这就是我对你推销六十书的业务话 我已经讲完了 现在让高塞老师来教大家 谢谢你做了这么好的介绍 很有启发性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记录六十书 不只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意识更加的进步 同时我们整个人生都有极大的进展 因为记录六十书 并且我们的身边也会有所不同 它也会协助我们直见空性 而我们能够因此跟政务者做到连接 所以这其实这个六十书本身 就是跨出了极红月的一大步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直见空性 让我们能够证悟 我们有机会服务宇宙的所有生命 那不是很酷吗 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六十书 所以 那刚才Sovia她说 你可以找三个生活中目前面临的问题 那现在针对这三个问题来 在你的六十书当中做下记录 那其实有些人问的问题 包括就是 哎呀我怎么要 我要怎么做呢 就是每次我要做六十书 一天六次真的很困难 那现在我跟你分享我都怎么做的 而事实上我现在还持续在这么做 就是我在我一整天的行程当中 我其实就会有一些过度期 例如我从做一件事 然后换成做下一件事 那例如说 早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喝一杯茶 那对我而言 这就是我在记六十书的第一个时段 那这就是第一个 第一笔 接着我就会吃早餐 可能我早餐会比较慢吃 就可能我会隔几个小时才去吃早餐 那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就会再做第二笔记录 好那就两笔 然后中餐第三笔 那我看然后 吃完中餐工作 停下工作第四笔 然后当我吃晚餐 第五笔 那在上床之前 第六笔 所以我就是运用一天当中的节奏 协助我去持续记录六十书 所以我其实从来不会依赖任何的闹钟 然后提醒我 好像每两个小时记录一次啊 或是做一个超大的计划 要如何记录六十书 没有 它其实 那就好像内健进入我的生活当中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找你生活当中的节奏 运用六十书 然后找到 把你六十书 跟你生活的节奏 融合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方式来记录 容易多了 你就是 你看哦 如果你有一个闹钟 对不对 然后手机一想 该时间到了要做 那当时你可能手中正在忙别的事情 而你无法立即停下来 然后稍后你又忘记了 然后你忘记了 结果你又要批评自己 责怪自己 所以这样听起来挺挫折的 对吗 这是很令人沮丧的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可能会是你就是运用一天的节奏和韵律 对 你说的没有错 有人建议 包括你的上厕所时间 对也是 对 所以你去找出来 你个人的节奏 是如何的 然后你就提醒自己 当你在做这些过渡的时候 这就是 我可以记录六十书的时间 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担心 例如说你在工作 可能有人会觉得 你到底都在干嘛 你每次都把那个小书拿出来 动不动就在写东西 我记得了 格斯老师他说过一个故事 他说 他当时就是为了记六十书 然后特地走到 特地去上厕所 在厕所里面记录六十书 所以 其实你 我们 我们把这种上厕所的时间 称为生理需求时间 就是生理需求 当你有生理需求的时候 当你要去洗澡 或者是你需要 伸展一下身体 甚至上厕所 或者你要吃东西 你就运用这样的时段 去记录六十书 他一次可能 只需要五分钟而已 好 那要怎么做呢 要做什么 其实其中一种方式 就像Sylva 老师说的 你找三个 你目前想要处理的难题 然后试着透过六十书 你去扭转这个局势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稳定 持续在做 例如说你可能要有 很稳定的工作 对吗 像Sylva老师刚才举的例子 对 那你也可以 其实我现在也在 种这样的种子 那或者你可以 做十善业的六十书 那或者是你讲的 就是十二页 不做这十二页 就是看你要怎么去 记录这个东西 那或者是你 就是做一些 把你自己要守的戒 放在上面 那如果你有了 例如说你一开始 可能有居士戒 后来你又 可能有一日戒 或者甚至你拿的 密证的戒都可以 你都把它放在六十书里面 我们只不过一天 就是简式六次而已 那你这六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检视 你的身心意识 一天六次的时间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 都容易被工作困住 因为太多事情了 我们忙碌于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没有机会 真的去停下来 检视自己 目前的状态 那六十书就是一个工具 工具协助你 检视一下 目前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而我们目前又在什么状态 那所以在一天当中 不论任何时段 我们其实都有机会 停下来检视 自己目前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 它会让你对自己更有觉知 你也能够对你的世界更有觉知 对你的念头有觉知 而你的念头就是创造你世界的来源 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当我在最开始教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当时在过去 我其实过得很糟 然后当时我的婚姻 遇到了极大的难题 非常非常困难 那当时我其实想要结束这段婚姻 当然终究我还是结束了这段婚姻 那这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婚姻 那六十书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就帮助我看到了 我如何自己创造了我婚姻中的所有问题 我到底都在过程中中种了哪些种子 没有做六十书之前 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真的在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因此当我在教导六十书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很兴奋 也就是为什么 时至今日我仍然持续记录六十书 每一次当我们去检视自己的意识的时候 就是那一刻我们有机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论在体验是什么 看到的是什么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念头 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个念头做出反应 因此这个练习会帮助你去认识到你自己的意识 同时你会有勇气以及力量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对峙 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 它是一步一步一小步逐步前进的 那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保证六十书 我保证真的有用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穿一件T恤 就这里写着真的有效 所以就 这只是一个练习 一个单一的练习 你拥有得到的却是种子 直见空性 以及正的涅槃 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练习 那 你怎么做呢 不如这样吧 Sovia 你来给我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 可以以什么来为例呢 好 我这里有看到一个问题 是关于如何对峙自己的愤怒情绪 有人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啊 那我们就来谈这个吧 这里有不同的形式的愤怒 这里有一种极度的 这里有一种很一般性的愤怒 它跟什么有关呢 它是跟我要事情以我的方式进行 但现在事情不是我想要的那样 那这其实也是关于我自己 当我有愤怒情绪 就是关于这个 我现在就要这样 我就要现在 现在 我我我 这就是我经验到的我的愤怒 哦 我要现在 为什么还没有到 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挫折 我生气 因此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先找 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 或是谁让你生气 这就是你可以开始去努力的方向 例如我正在努力的就是 我对我的老板生气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我到底为何生气 我们不会只是写说 哦 我对老板生气 不是这样 那我也不会就写说 哦 我对我老板态度不好 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走得更深入 要把整个东西打开来看 做 有什么事情 我对老板生气呢 那我想要 摆脱生气的情绪 是什么 那什么是加号可以写的呢 就是你做了什么仁慈的事情 可以是对老板 或者是对其他的人做 就例如说 我对我的老板生气 但是我却对Sylvia很仁慈 是的 我对Sylvia生气 但是我 老板生气 我却对Sylvia很仁慈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对这个部分下功夫 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事情 那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简号 就是我们没有做 我们不应该做的是什么 那什么叫做 那什么叫做负号呢 负号就是一件事情会伤害我们的 意思就是我们做了这件事 种下的种子 当它回来的时候会伤害我们 所以这就是负向性 例如说 哦 我对我的老板有点态度不佳的回嘴了 那我种下的是什么种子呢 那你就想 我到底之前种了什么种子 然后让它这样对我 那这里我还有一个代办事项 要做的事情 to do 那这个to do就会是 我必须要闭嘴 可能十秒钟闭上嘴 就是当下一次 当我又对老板生气的时候 我必须先闭嘴十秒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你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当你生气 你就开始数到十 那这个to do代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的重点 就是你要去打断这个循环 你现在包括你的无数的前世 你创造了这个循环 你现在要做的这个代办 to do就是打破这个循环 尽管就是十秒钟 闭嘴 它是协助你去打破这个循环 所以这个正向的事情 它会增强你的正向的力量 那所谓的负向事件 其实它的意义就是 当你记录的时候 它呈现给你 你的种子目前到底是什么状态 在你的意识当中 好 所以你可以在走得更深 然后试着去解释的更深 好 那我想Sylvia这里也有一些建议 对吗 对 我想 我就从回答问题开始 好不好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种子 才能够让我们开始记录六十书 那就是你要协助另外一个人 做某件事情 规律性的做某件事情 然后同时你也要随喜 这些事情 那有一些人 你有没有什么是规律性的 在做的事情呢 可能是规律的睡眠 有吗 或者是你是不是帮助了你的孩子 去养成一个规律性的行为 做什么呢 你去思考 你去做了什么规律性的行为 或是帮助别人 有什么规律的行为 那你就要对这件事情 做咖啡冥想 那你就想 哦 这个我是做得到的 那么我就要把这个种子 去发射到 我可以规律记录六十书 好 那Sylvia 请问 就是你要怎么去找到一个 好的对峙方法 因为一天有六次嘛 你要做一个反向的平衡行为 感觉真的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嗯 是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把这个to do 就是代办的这个部分 你要写很小的事情 你要找一个真的 非常精准 可做 可达成的小小事情 所以 我就会每一次做了这个to do 时候我就会打一个go 然后我每一次都让自己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超 值得信赖的人 所以每次我做这个代办的时候 我都会有这样非常美好的感觉 所以当你在写的时候 你就要承诺你自己 你必须就要做这件事情 因此你的代办事项 一定要写得很清晰 明确 并且非常小 很小 很实际 可执行的行为 所以你真的可以去做 然后在那一瞬间 或者是就在你写了之后的几个小时当中 那主例来说 如果我要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我的邻居可能是单亲妈妈 他要带两个小孩 那所以 我的to do 代办可能就是 传一个简讯给他 问他说 你需不需要我顺便买什么呀 就这样而已 那他根本不会花我多少时间 好 这就是一种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你应该要 你可以放一个东西 例如说 可能你现在要去哪里 例如说 你就是打电话给你妈 或者去看一下你的外婆 就是你要带着意识 很有意识的做这样事情 然后注意 你带着意识 你一定要做完 让它是一个完整的业道 刚才我们谈过的完整业道 所以 最完美的代办 就是 你去想想看 可能十个 最美好的品质 关于你面前这个人 或者是五个最美好的品质 然后你就会去随喜 这个人的成功 或者是这个人的人词 那当然再一次强调 你必须要很诚实 并且对于这个 很明确 很明确地表达出来 是什么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to do 你可以做的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太多事情要做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来自于荣树大师的建议 他是这样说的 那尽管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德性很好的人 你做的都是好事 但是你还是试着要去发展出一个习惯 让你有更美好的愿景 更大的念头 带领你到更伟大的行为 所以 例如说 那如果是这样 例如说 我早上喂了鸟 这就是我的正向事情 我喂了鸟 那然后我就会做 这个早上喂鸟的这件事情 我把它发送给这个广大的念头 所以你就是在那一瞬间闭上眼睛 然后你去思考 当我透过我喂鸟这个行为 但愿所有的生命都能够保足安康 让他们永远都不必饥饿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 也非常简单的一个to do 你可以做的 好下一个问题 好我们要如何确保 就是如果 我每天真的从头忙到晚 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觉得 在假日的时候 周末可能很容易 还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在工作日 我很多的办公室 有很多的会议 很多其他的任务 我的行程全满 那你要怎么办呢 那对我个人来说 就是不论我多忙的话 我都是 是的 我都会带着我的小小六十书 你就是找一本很小的笔记本 一直带在身上 就像他现在拿的这本书一样 就是小小的一本书 然后你上面可能插着一支笔 所以你不用到处找笔 然后不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带着你的六十书 那同时你也要 找一本的书 就是这个封面封底 看起来它的设计 就是新于你的 所以你就会想要看它嘛 那我的六十书 它的封面也是很漂亮 我就会觉得很兴奋 也我想要来记录这本书 所以你去找一本很漂亮 或是对别人来说 这本书真的非常漂亮的 一本小书 然后它里面是空白的 所以你可能也可以为你的朋友准备一本 然后他们如果觉得很漂亮 就让他们 让他们也可以写 你也可以写 所以 我觉得到底我要怎么在 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到呢 同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去找到生活中的韵力和节奏 例如说你 你还是要吃饭 对不对 那你吃饭的时候写 你要上厕所 上厕所的时候写 那不论你在哪里 你一停下来 你必须要去喝水 对不对 在喝水的时候写 找你生活当中的节奏 那你就是 保持这样的节奏 在节奏的转换当中去做它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 有一天没有写了 那也没有关系 不用责怪自己 不要责怪自己 你可能在那天 就是做一个瑜伽 你在明天 再继续开始 你就是只是说 哎呀 我忘了写我的六十书 那我明天 会再继续写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 我的建议就是 你要跟随 生活当中的节奏 来做 那它其实 不会花很多的时间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时间会花得比较长 你就要坐下来想 哎呀 加号写什么 减号下什么 图度是什么 然后就很困难 可是我发现 就是随着我去写 六十书的过程当中 我变得越来越 有创意 也越来越跟我的六十书 同频 所以它变得越来越不困难 那 有的时候 例如我可能在寄 持戒的六十书 然后我就觉得 哎 我老实说 我今天跟这条戒 一点 一点都没有连接 然后我也没有任何感受 那我也不觉得很恰当 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 那 再次强调 就是当你越加的写六十书 你的意识 会更加的 调平 你会更容易去找到 你生活当中的正向 以及负向行为 好 那你觉得 Sylvia 你觉得除了六十书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一天当中 我猜你一定觉得把它写下来 是很重要的吧 那你会在意识里去思维它吗 是的 在我的经验当中 只是想它 我是不会这样做 我一定要写下 因为想 是没有用的嘛 那 吉田大师 他说过了 他说你就必须要 对自己跟对待别人是一样的 那 就是你要花一些时间 在森林里 然后做一些森林的散步 然后去有这样的思维 帮助他人的思维 所以我想像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的意识 可以去专注在你对于十善业的承诺 六度圆满的承诺 像这样子 当你能够达到这样的意识状态的话 那你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意识状态 但是对我来讲 我每天的人生 家庭生活 我有不同的项目要做 我有家务事要做 有太多的挑战 所以根本行不通 那如果是这样 那像这样 六十书就变成 我这个学习佛法的靠山咯 在我的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 它就是我每天的小小的闭关 它是我的闭关小时段 我可以问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对 就是我在想 我们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直在观察自己 那我就觉得 这关于写下来 而看到自己正在写 看到自己正在努力做哪些好事 好行为 以及哪些忏悔哪些坏行为 对我来说 应该是很有力量 因为我觉得念头 它是跳来跳去的 对不对 它进进出出 对吗 因为至少对我是这样 我现在有了个念头 然后下一个念头又进来 不断新的念头进来 但是如果我真正的拿起笔 把某件事情写下来 它事实上种下的是一个极为不同的种子 跟你只是在念头上去思维这件事 极为不同 当你写了 你承认你做了某事 你看到自己写在纸上 看到纸上有这样的行为 是极为不同 对 而且你写在纸上 你同时也会回顾 对吗 然后你自己会觉得 哇好惊讶 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你也会觉得 哇我的人生真的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 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无论它是一个数位式的 你记录在你的电子产品里 或者是你实质的纸本上面 没问题 不要记在你的脑海里 对我来说 你一定要真的透过你的身体去做记录这件事情 对你种下的种子是极为不同的 好 那我要怎么样去保持一个记录 就是我的快乐和幸福的记录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是我要如何确保我的动机 跟我的种子是相对应的 就是我想它的问题是说 就是我要怎么确保我种的种子 它是相对应到我要达成的目标呢 我现在要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目标的这个问题 关于目标 这就是其中一个 你真的要去检视意识的 其中一件事 到底你想要达成是什么 到底你的使命在哪里 你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意识 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对你重要 因为事实上这一切都很浑浊很混乱 对那你的种子 它可能也是有一点模糊的 可能它在打开 但如果是这样 你是无法对目标感到清晰 你要对目标做冥想 也可能就是你要协助别人 去达到它的目标 那把这个种子发送到你自己的目标 对你自己的目标清晰 这其实也是写六十书 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 那我一开始也对我目标并不清晰 那你就去做四步骤 找到一个人 然后帮助他对于他自己的目标感到清晰 那这里就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要去研读种子和结果 因果的相应关系 去找到真正对应的种子 那你同时也要看 它跟你的意识的连结为何 因为这是一个很强的种子 举例来讲 我的你看我现在坐在我的新家 这是我的新房子 才搬来不到一个礼拜 我达成我的目标 那我怎么做到的呢 我帮助别人盖了一个房子 对这就是这么简单 但同学请你们不要把那个改成中文 它会出现乱吗 那就是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帮别人盖房子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要做一个很简单的连结 给别人他想要的 帮别人 你就种下了种子 让你得到你想要的 所以第一步 搞清楚你要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要怎么对于自己的幸福 持续的记录自己的幸福呢 那其实当你记录六十书的时候 你就会有六种 六个正向的事情在每天 对吗 那刚才Sylvia说的就是 你要去检视自己的意识 所以在每一天的结尾 你可以看着自己的六十书 那你就会觉得 你就可以开始对自己做的 这些正面的事情 开始咖啡冥想 那也许有一些特定的事情 你想要拿出来做咖啡冥想的 那或许是有一些事情 你特别努力 用尽心力去做的 那你就特地把它 拿出来做咖啡冥想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关于你记录你的快乐的事情 就是你生活中快乐事情的 一个记录 然后对此做咖啡冥想 那你也可以 在此 许愿就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这些事情 让我开心 那愿所有 我把这样的开心 发送给其他的生命 愿众生也因此得到幸福 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 随喜很不容易 但是随喜又很重要 所以你可能去找一个伙伴 跟你共同做随喜 那你们可以一起去讨论 要如何随喜啊 讨论开心的事情 讨论你们如何记录六十书 互相问问题 支持彼此 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 好 有一条戒 他说 当我们在读任何东西 就是 除非是在阅读 跟佛法相关的文本 去玩 那 我们就要把它看成 佛法一样 当我有实质的书 我们谈 我们说我们要把它 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不能放在 充满灰尘肮脏的地方 那如果说 它是电子版本的 怎么办呢 电子版本的 又要如何处理呢 这个问题很好 那这条戒 它是关于 纸本的文本 所有纸本的文本 因为它是一个 书写的纸本的文本 所以我想对于 因为它是纸本的嘛 所以不论它是什么形式 就算它不是佛法的书籍 其他的文本 其实你也是需要去尊重它们的 因为这就是纸本的形式 那就举例来说 如果你在用电子版本 在记录你的六十书 然后那这一刻 你就在想说 这个格西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六十书 这个工具真太神奇了 那在那一刻你就想 你要如何去尊重 尊重这个事情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是说你能不能用电子版本来记录六十书呢 那我知道其实六十书在 你都可以找到其他的小程序 来记录六十书 那我自己本身没有试过 因为我觉得 我个人的经验是 其实如果你用纸本的方式记录 它的确有很多额外的好处 其中之一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纸本的记录 然后你的意识会更加的清明 并且你可以专注在不同的范围 范畴 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我可以给你一些例子 那同时我也很爱 就是把我的 就是把我的书准备好 就是准备未来两周 或是未来几天做准备 那这其实就让我自己 更加靠近我的戒律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 我会更加的清晰 当我写的时候 然后我正在思维 然后一边写下去 我就会对这些东西做出连结 然后在过程当中 我也会 察觉更多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面向 好 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在一早就要记录我的六十书 因为我就会让这样的意识 从一早进入我的意识当中 然后持续一整天 好 下一个 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 那我先念第一个部分 或者是你要 好 那我整个问题直接念出来好了 当你就是把你的戒 你持的戒写在六十书上的时候 那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一天要记录几次呢 那一天又要选几条戒来记录呢 好 那当你就是用戒 用你的戒来记你的六十书 例如是别解脱戒 个人解脱戒 那或者是你讲说 那不伤害 不偷倒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再重复的 对吗 当你在写的时候 它是一再重复 所以 这意思是说 我每天写两次吗 一天 只两条而已吗 或者是 我要跳着写呢 我们只有一天做六次 那当我们用它 在记录的时候 其实在你一天当中 就是在循环记录这些事 这些戒律嘛 所以假设 我们举例 你现在有可能十善业 你要持守的 那你可能选择第一天 你要做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下一天 就是七八九 十 然后又回来 所以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然后当你在做下一个戒的时候 然后 这里有一些方式你可以去试着做 例如说你一天要做几条戒 所以你就会做 例如说你在别解脱戒 你会针对同一种类别的戒律 去一起来做 那但是你要注意 你一天最多就是记录六次 我想如果你可以把自己限制在一天 只做六次 而不是做的过多 你就能够更加的专注 例如你不是一天做了三十六次 因为你为了要做十戒的这个六十书 那就做了过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限制在一天六次 那就算六次 你觉得说啊 这个戒你一直在重复 其实它就是会这样发生 也没有关系 因为 这些就是我们最常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为什么会我们要有戒律 而我们必须要一次又一次 去守同一条戒 就是因为我们是人类 我们经常会做重复的事情 例如说杀 杀害对不对 例如杀小虫子 或者是让别人杀了小动物 因此我可以吃它 所以这就是我讲话的这一刻 跑进我脑海里的例子 所以那到底一天当中我们有多少形式可以杀害呢 可以杀生呢 我可能包含了你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是不是也在杀害一个生命呢 所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一条戒 它会不断的再回来再回来 我们要不断的再去做它 所以你可以去做它们可能两次两轮 然后各三次 对那你就是一天去做 做这样子两组嘛 三次三次 那你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去做它 你会发现你越做会做得越深入而惊为 那就例如说你知道我之前 我看到蟑螂对我想要用一个那个空罐子 把蟑螂抓去外面放生 结果我居然不小心滑了 结果就就砸了这个蜘蛛 我手滑了 那这就变成一个副相的事情 所以随着你在记录这个 这些戒持戒的不同的戒条的时候 你会对它做得更加的细微 更加的深入 那这样的练习 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持续的做它 它会协助我们到达证物 你就是重复做这样的事情 它会让你有机会 让你去再度思考同样一件事 我又可以怎么做 或者我们有什么可能性会去破解 让你去做这样的思维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 你可以去运用它的不同面向 例如说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说不杀生 所以不伤害不杀生 如果你写保护生命 或者你写帮助他人过更好的生活 或者减低压力 或者加强健康 这些都是不同的面向 那这只是十三页的第一条 但是它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你可以变得更有创意 去看它的不同面向 那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 都做这个练习吗 是的 刚才其实有一个 这个问题有一个第二个部分 我们还没有回答完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练习 或者是说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要 一天要记录到六次 老实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他的重点 那你同时也会在文本经文当中 发现他们是这么说的 你必须目标就是一天要记录六次 那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了解到你的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做更多 但是我觉得你更好的就是 你不要做低于六次 你的重点是不要做低于六次 而不是要做多六次 那因为只剩三分钟所以很快的回答 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论是关系 或者是财务上的问题要怎么做呢 那有一些例子例如说你可以在 能断金刚或者是爱的业力法则 或者是其他的书本 甚至是识善业去找他中间的相关性 因果的相关性 那你这个六十书记录它 它会自然而然的让你在生活中不同方面开始有了进展 所以举例来说 你可以在十三年当中 你先专注在慷慨 然后一天要两次 所以你就是去专注在 聚焦在你现在要生活的哪个部分 你要去强调的 那你可以专注在可能是你的负面情绪上 也许你是嫉妒 也许你是生气 那你就是专注在做这个事情上 那当然你要记得 你一定要在记录的时候非常的有创意 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持续记录 可能他做了几个礼拜 然后可能他们就放了不杀身 不偷盗 性行为要纯洁 然后你感觉 我每次都写一样的事情 我不会做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这当然没有错 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四周在你的环境当中 到底它是如何呈现在你面前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每一条界或是每一条美的 每一个善业 它都有各式各样的面向 甚至是你的负面情绪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所以你一定要去探索 它不同的层次 好那我想我们大概到了尾声 我想要谢谢大家来到这里 谢谢所有的翻译 也谢谢ACI的员工们 以及义工 那我真的希望这旁教授对大家有帮助 我也建议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想法 你可以去 这个就是去 你就可以去到网站 然后我想我们在那里会有更多的资讯 那你要找到一个伙伴 然后这个伙伴可以跟你一起 共同记录六十书 那可能就是Elli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Telegram开启一个群 然后可能就是当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持续在Telegram提问 然后我就有机会回答大家 好吗 好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现在把时间交回给Elli 谢谢大家 谢谢ACI 也谢谢大家 愿意在这里努力 然后能够让世界变成更美好的世界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来这里上课 然后我也谢谢两位老师 请两位老师持续的教学 也能够再一次回来 在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里面 教导更多的课程 那我真的可以代表所有的学员说 这一堂课真的很有帮助 那我希望大家能不能现在在聊天区 然后送上鲜花 以及爱心送给我们的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能够为我们准备这一堂美好的课程 好那接下来我要 谢谢大家